今日的依资个股推介是中国重器308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简选原因是 中国重卡出口销量持续向好 出口重卡相关业务占比较高的企业 预料最能够受惠 股份关注中国重器 中国重器连续18年出口销量第一 出口总量占据行业半壁钢山 东吴政券说今年1月至6月 中国重卡行业出口近139,200元 岸年增长8.9元 华卿业政券说 中国重器1至6月份出口销量达65,200元 预期海外重卡需求将会维持高位 总器全年销量表现有望大幅跑赢行业 另外根据第一商用车网数据 上半年国内重卡行业销量增加2.5元 到476,200元 中国重器累计销售 128,200元 按年增长4.4元 指占率由去年年底的超过2.3元 提升到近2.7元 走势上 中国重器在6月底突破年初以来 大型华恒区之后营造上升轨 近日在15-18元区整股 昨天是15.84元 可以等候15.5元吸纳价 目标先提17元区 突破可以在议券商吸约的12个月目标价 即是19.7元为目标 跌穿14.5元就减迟了